2016年11月3号凌晨 在日本东京中野区公寓内 中国留学生姜哥被闺蜜刘欣的男友陈世锋用到童子 而躲在门内的刘欣侥幸生缓 当他打开房门时 姜哥倒地不起没了呼吸 陈世锋早已逃之夭夭 在舆论看来 姜哥是为了闺蜜而死 但事后 刘欣却和姜哥母亲江秋脸摩擦不断 频繁登上热搜 如今六年过去了 活下来的刘欣怎么样了呢 本期最荣物纪就带大家走进刘欣的成长室 1992年7月 刘欣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承阳区伟炉村 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 后来在种植蔬菜方面赚了不少钱 从小 刘欣就是父母疼爱的孩子 他们知道女儿要抚养的道理 所以他们从来没让刘欣受过委屈 在父母提供的优越环境下 刘欣慢慢长大 2010年 刘欣参加高考 最终成绩并不理想 考入了泰山学院 这在当时也只是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 进入该校后 刘欣学习的是日语专业 大学时 刘欣曾谈过几次恋爱 但最终都因为性格不合而草草分手 2014年 刘欣获得了泰山学院的学士学位 毕业后 刘欣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这个时候在父母的安排下 刘欣来到日本留学 准备考取日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 他首先进入一家日本语言学校 专修日语 在这里 有幸遇到了姜哥 姜哥 1992年出生于山东青岛 父母在他一岁时就离婚了 所以从小 姜哥和母亲江秋莲相依为命 姜哥也成为了母亲 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姜哥原本成绩也不好 高考时只考入了威海的一所专科学校 不过姜哥在校积极备考 后来又专生本考入了去副师范大学 大学时期 姜哥也学习的是日语专业 2015年 姜哥大学毕业 之后他来到日本留学 进入日本语言学校专修日语 2015年10月 刘欣从之前的宿舍 搬到了姜哥所在的留学生宿舍里 在这里 两个来自中国山东的女孩 惺惺相惜 两人在闲聊中得知 原来 姜哥家和刘欣家距离不超过10公里 并且初中时还曾在一所中学读过 就这样 两人很快就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平时一起吃饭一起学习 在这种氛围下 两个人也进步快速 2016年4月 姜哥和刘欣分别考入了法政大学和大东文化大学 在大东文化大学里 刘欣认识了后来的男朋友陈时锋 陈时锋 1991年1月 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 逢地坑乡申天池 陈时锋的父亲只有初中文化 但很早就出来打工 并在定边县城开了一家门市 在90年代 一个月收入就有好几千 进入新世纪后 月入也上万了 在深天池村民眼里 陈时锋家里很有钱 不过随着定边石油大开发以后 有钱人越来越多 陈时锋的父亲也变得普通起来 后来关闭了门市 全家搬到了西安 陈时锋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他们从小都在定边城里长大 也在定边上学 陈时锋初中毕业于定边县光北中学 如今已经不在半学的学校 据光北中学教师回忆 陈时锋成绩一般 是一个正常的学生 在学校也没有什么劣迹 不过初中毕业后 陈时锋就来到宁夏延迟上了高中 高中时期 陈时锋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面 但是由于之前基础太差 陈时锋也曾经历过高考落榜 2008年 陈时锋来到银川某中学补习 不过他的成绩还是很差 那么他是怎么上大学的呢 据该中学一位班主任介绍 好像那个后生是靠喜欢计算机 走得什么竞赛上的 基础课差得很 就这样 2009年9月 陈时锋来到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 在大学里 陈时锋注重打扮 外表阳光帅气 甚至被同学们称为吉草 大学期间 陈时锋曾谈过多个女友 陈时锋大学同学王某 曾这样形容他 我们感觉他挺圆滑心机的 觉得他挺爱装 比较喜欢端正 看起来很潇洒 讲话也很有腔调 误以为他很理智成熟 万万没想到 他会打人甚至杀人 而在江戈玉海案爆发后 网上也有自称 陈时锋前女友的人发帖 帖子写道 他彻底被我激怒了 把我拖到几步外的树荫里 他把我踹在条凳上 踹我的肚子 我的后背抵在后面 固定在地上的十方桌 说了一句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 然后狠狠地给我删了回去 这就证明陈时锋 有一定的暴力倾向 关于陈时锋在学校打人这件事 其实华侨大学官方 也给出了一段回应 在华侨大学花文学院期间 陈时锋曾与同学发生过纠纷 经老师批评教育 双方达成和解 陈时锋当面向同学道歉 2013年7月 陈时锋从华侨大学毕业 毕业后 陈时锋来到泰国农业大学 孔子学院担任老师 该学院是由华侨大学 与泰国农业大学合作建立 所以陈时锋是受了老师推荐 才来到这里的 在泰国经过一年的工作后 陈时锋表现优秀 多次出席各种重要的活动 再次回到华侨大学时 他已经被老师视作重点培养对象 这个时候 他的老师推荐他到日本留学 而当将个案发生后 老师还在朋友圈里发起了牢骚 试叫他去日本读书 没想到去杀人 2015年3月 陈时锋来到日本福岗语言学校 开始专修日语 你还别说 陈时锋的语言天赋非常出色 经过一年的学习后 他的日语进步快速 口语也非常准确 2016年4月 陈时锋考入了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 汉语研究科 在这里 陈时锋认识了山东女孩刘兴 当时 陈时锋的研究室在五楼 刘兴在六楼 虽然处于不同专业 但同一级的她们经常会在一起上课 陈时锋外表帅气 课堂上又非常主动 经常会和教授们一起讨论问题 这些刘兴都看在眼里 终于有一天 刘兴主动和陈时锋打了招呼 两个年轻人相识后 进展也非常快速 仅仅一周后 刘兴就到陈时锋的住所过夜了 这次过后 两人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2016年6月 两人相识两个月后 刘兴搬到了陈时锋的住所 正式开始同居 感情往往一开始都是如交似漆 同居后不久 两人频繁发生争吵 这个时候 刘兴后悔了 他觉得陈时锋思想偏执 好强 在各种小事上都要以自我为中心 简单来说 就是强烈的大男子主义 而当两人发生争吵时 陈时锋就会恶狠狠地盯着刘兴 那个眼神让刘兴感觉到害怕 当时刘兴 陈时锋 以及姜哥 都在半工半读 三人家庭都不算富裕 所以都在打工 陈时锋和刘兴 分别在便利店和中华料理店打工 而姜哥则在一家酒屋里工作 三人每个小时差不多能赚60元人民币左右 2016年8月25号晚 刘兴和陈时锋发生剧烈争吵 这期间 陈时锋用手狠狠抓住刘兴的胳膊 看样子是要打人 不过最终也没动手打人 但就是这个举动 将刘兴吓坏了 刘兴半夜从家中跑了出来 主动找到中华料理店老板刘洪求助 第二天 刘兴主动搬了出来 暂住在中华料理店工友小宋的家里 这期间 陈时锋多次找上门 希望刘兴能够回去 但是 刘兴已经对他彻底死心了 9月2号 为了躲避陈时锋 刘兴搬到了闺蜜姜哥的住所里 此时的姜哥租住在日本东京中野区的公寓内 这个住所陈时锋也知道 因为在他和刘兴恋爱时 三人也曾多次聚会 不过 姜哥和陈时锋也只有几面之缘 并不熟悉 在陈时锋和刘兴吵架后 陈时锋曾加过姜哥的微信 姜哥得知后 也立马拉黑了陈时锋的微信 在刘兴住在姜哥家的这段日子里 刘兴开始遭到陈时锋的各种恐吓威胁 陈时锋声称 手中外有刘兴的裸照 如果刘兴不复合 将会把裸照发给刘兴的父母 或者发到网上曝光 这些都让刘兴极为痛苦 2016年11月2号下午 陈时锋到刘兴打工的中华料理店内 找到刘兴 希望二人能够复合 但是刘兴再次拒绝了陈时锋 这个时候 陈时锋肚子窝了一堆火 也最终让他走上了极端 他准备好一把长19.5厘米的水果刀 然后就来到了姜哥家里 11月2号晚上11时30分左右 刘兴给闺蜜姜哥打电话 希望姜哥能到车站接他 或许这个时候 刘兴已经受到了死亡威胁 不然他为何要让姜哥接他呢 但注意 我们只是猜测 姜哥到车站接到刘兴后 两人一同返回到了姜哥的住所 当他们回到公寓后 发现陈时锋在公寓门前等候 三人随即发生争执 此时 为了避免刘兴和陈时锋发生激烈冲突 姜哥让刘兴先进房子 之后 姜哥和陈时锋在房门外辩论 姜哥希望陈时锋就此罢手离开 但是在双方争论中 姜哥惹怒了陈时锋 陈时锋随即拿出水果刀 姜哥无处可逃 因为前方是陈时锋 后方的门又被刘兴紧锁住 就这样 陈时锋对这个弱女子连此束刀 姜哥一声尖叫后 倒地不起 之后 陈时锋连忙逃跑 当刘兴开门时 他发现姜哥已经倒地不起 他连忙叫了救护车 也拨打了报警电话 最终 姜哥还是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随后 刘兴给姜哥母亲姜丘连 发了视频电话 告诉姜丘连姜哥遇害的消息 第二天晚上 姜丘连来到了日本 痛失独女的姜丘连情绪激动 她觉得事情很蹊跷 为什么女儿和刘兴一起回到公寓 死亡的是女儿 但刘兴却安然无事 案件发生后 刘兴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说 杀人犯是她的前男友 而在姜丘连在微博上 提到了刘兴两个字 刘兴立马翻脸 还在微信上威胁姜哥妈妈 你再出这种新闻 我就停止协助警察 作为母亲 姜丘连一直想搞清楚 事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想要详尽了解 但是刘兴却从此失去了联系 她不联系姜丘连 也不回微信 最后甚至删除了姜丘连的微信 无奈之下 姜丘连只好在网上 曝光了刘兴一家人的信息 然后刘兴的妈妈出现了 和她孩子的行为如出一辙 在电话里对姜妈妈后 你闺女叫人家杀了 你去找杀人犯 别找招案 是她命短 甚至 刘兴妈妈还在电话里飙脏话 骂姜哥妈妈 2017年春节 姜丘连抱着姜哥的一项 过了一个人的新年 她悲痛不已 反观刘兴 却在春节期间 在朋友圈晒照 换了新发型 笔直剪刀手 和朋友聚会 就这样 姜丘连和刘兴 居然开始了一场 隔空骂战 姜丘连认为 女儿曾多次敲门 但刘兴就是不开门 才导致女儿被害 而刘兴则表示 自己全程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也不知道门外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也曾开过门 但是门开了30公分 又被推了回来 2017年11月12号 王志安主持的局面新闻 采访到了姜丘连和刘兴二人 姜丘连只问了一句 你觉得你和姜哥被杀 到底有没有关系 刘兴答 有 因为杀人的是我的前男友 2017年12月20号下午3点 姜哥被杀一案 在东京地方裁判所 当庭宣判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 判处被告人陈世锋 有期徒刑20年 如此判决让姜丘连十分痛心 杀人偿命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是在日本 想要判死罪实在有点难度 法律不同 国界不同 尽管姜丘连坚持上诉 但最终这件事还是这么结束了 不过刘兴和姜丘连两人的骂战并没有结束 二人通过微博各置其词 不断争执 2019年初 刘兴改了名字刘暖熙 因为姜哥事件 刘兴的微博粉丝快速增加到了30多万 她的每一句言论都影响深刻 发布的长文下 有5万多元的打赏 雅然成为了网络大V 非但没有受到损失 还靠此敛财 2019年10月28号 姜哥母亲江秋莲 以生命权纠纷为由 对刘兴提起诉讼 当天 刘兴在微博对江秋莲私信嘲讽 然而 人在做天在看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2019年12月22号 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 几日起 关布刘兴微博账号 该账号存在通过私信 点赞等形式 消费并攻击被害人家属的行为 2020年4月7号 刘兴又在微博重新申请了账号 这次 刘兴貌似不受姜哥事件影响 依旧我行我素地 分享日常的生活想法 2021年4月15号 姜哥母亲江秋莲 上诉刘兴生命权纠纷案 在山东省青岛市 承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 庭审现场 刘兴大辩称 将戈类遇害是陈诗峰行为造成 被告刘兴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 由于此案社会影响较大 所以当庭并没有宣判 2022年2月16号 山东省青岛市 承阳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刘暖熙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江秋莲 各项经济损失49万6千元 及精神损害府未经20万元 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礼费 不过 刘兴表示不服 并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月16号 该案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开庭 在经过四个小时的审理后 法院宣布休庭 并择期宣判 而当天晚上 刘兴还特意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刘兴说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到再普通不过的人 即使二审结束 但一审的判决 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可以站出来 不会一直任人欺负 蹂躏 践踏 之后 刘兴就开始不断地哭泣 2022年4月24号 刘兴的代理律师胡桂云 发布了一张 自己和刘兴的最新合影 照片中 刘兴看上去精神状态依旧很差 不过直到现在 该案还没有做出二审判决 江哥母亲江秋莲 每天都在思念女儿 刘兴则因为精神状态太差 也没有工作 每天都在家里卧居 等待着二审判决 据了解 如今已经30岁的刘兴 没有工作 也没有对象 甚至连朋友也很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